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业绩公布其波动的实践情况 欢迎到视频简介里的连结 或者在这个组织里看课程资料 简单说一说 上星期的美股金融股做好 因为不少投资银行的业绩公布好 反而一些大型科技股继续跑输大市 Netflix收益低于预期 还发布了订户增长预期减少的警告 另外亚马逊连续五个交易下跌 以一周计跌了7.5% 科技股上星期的挣扎 导致纳指和其他两个主要指数之间出现分歧 科技股指数跌了1.1% 但标指和道指分别上升1.3%和2.3% 这是调整还是转向 都要密切留意的 CNBC的主播Kramer认为 这个星期有很多大事件 包括其中一个他觉得挺重要的 医药杂志纽业刀的Lancet 会在星期一公布有关 Astra Senek有些药苗研发的结果 看看有没有好消息 另外更加重要的是 这个星期会有很多重要的股票公布业绩 包括了IBM、Cocacola、Microsoft、Amazon那些重磅公司 另外就是美国的疫情数字仍然上升 连续两天都有7万人以上的确诊 预计这个月也会开始对市场有压力 香港方面也有两个要注意的 就是恒山指数公司昨天星期五透露 星期一会正式公布追踪科技股 创意企业新指数的详细情形 会提到选股机制和成份股的安排 所谓港版纳指的ATMX这几个星期的股价是怎样呢? 稍后再交代 另外恒指公司也有在之前7月9日提到 就会在8月14日公布恒指的贵检 包括了阿里巴巴、美团、小米那些 都在选股范围之内 但就没有包括到6月上市的京东和网易 我相信这也是最近 香港一些科技股大幅拉上的原因 会不会有好消息出货呢? 其实可以给大家看一些数字 大家知道前几天我都给大家看过 这就是我香港科技股这几个星期炒得很厉害 我的科技股的清单里的股票已经... 大家记不记得我上个星期日 我发出了苹果下跌会推倒美股 美股还没跌 不过苹果星期一扯上去 其实这些科技股 香港那些都是星期一扯上去的 为什么?有些图可以看得到 一看下去这些就是ATMX 你看图表这些日线图 我看下去就完成了一个星期的派货 大家要小心 这些并不是巧合 为什么我经常说 你炒港股一定要看美股 纳指如果出现了这些三宝顶 大家一定要小心 很多人就怀疑为什么这两个星期我都对股市忧虑 经常做死淡友 JP Morgan 大班 Jamie Diamond 他也有相同的看法 他这两天都说他认为下半年 美国经济可能有五种看法 由最好到最差 下面有分析 大家可以看CNBC的文章 因为疫情的发展对前景非常不明朗 现在大家都希望有疫苗价 但也在说明年年底才会出现的 现在疫情如何停下来也是很重要的 现在的会影响就业市场 以及经济会发展如何呢? 也不容易估计 但似乎现在股市不是在估计不行了 所以这也会是麻烦的 为什么近来这么多人看到美股 有可能出现股灾 准备结局 我说结局结局 说了两年后好像是错了 其实很多东西在软辩 如果大家看这些纳斯特克指数 看近乎2000年这些垂直上升的指数的时候 有很多相同之处 大家会觉得应该会有响警钟 到底是应该买离场吧 离场不买还是继续走到最后 就像这段路那样 87年10月19日 是美国出现的黑色星期一 有很多数字 环球股市在87年10月 平均下跌了大概30% 港股其实也下跌了超过40% 很多朋友那时候还没出世 现在发生的股灾可能不会再是这样的 其实也会怎样呢? 也会先要见顶 然后慢慢跌穿重要的平均线 10天、10周 然后慢慢破坏一些上升的技术形态 惯性的低买可能在市况逆转的时候 让一些特别是年轻的胶员无所适从 陷入一些不断的亏损 因为之前买的股票也是一些 泡沫价格的股票 可能现在已经开始有人在怀疑人生 最近大家有没有听到很多主题 新经济股取替旧经济股 科技股指数就是保 刚才说的我香港也在说有两个 快买 疫情时候就买科技股 因为为什么全部都要禁止了 疫情之后科技股仍然受惠 甚至科技股就变成比各负债券更好的资金避难所 这是什么?这是彻底 彻底彻底什么叫投资病态 就是泡沫了 结果是怎样? 我只可以说等爆了 有一位网友Kurtis Ho非常有心 他说想狗哥可以说一下 做交易时候的心态和纪律去帮一下时下的年轻人 其实刚好我昨天也出了一篇 网站可以看看 就是我说几十年前我也是这样犯了很多错误 其实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尽量也希望说话也做得平和一点 让别人比较容易接受我的看法 当然我不会阻止别人买这些泡沫的股票 怎样可以阻人发达 我只会给你们看一些图表 为什么我觉得会跌 星期三我有棋子班开 刚才大家知道 我很高兴有一些年轻的 其中是罗宾汉交易员 我一定会尽心教导 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今天来看看日常的数字 今天说几个主要数字又说少一点 首先去我自己做节目的那一天 对不起 标期吧 说到标期的时候 我想一个简单看法就是 如果它可以越过双顶3231这个水平 我会觉得今年应该会再破新高 应该这一浪会破新高 应该会去3400以上 这就是技术走势的意义 过了3231就无谓再看淡了 反而另一边看 看上去看下来就跌穿了10天平均线 现在大概是3172 那就变成可能有机会反弹会见顶的初步讯号 上星期出现了一个基金经理 你看到就很开心 就是50天平均线越过了200天 橙色越过了紫色的平均线 这其实是美股的长线利好讯号 在这个时候出现 看看会不会还能支持股票指数继续向上 否则是说要打穿50天平均线才可以把这个效果中和 上星期说得很长时间 说过纳期和苹果 就出现了三保顶 调整压力也会较其他两大指数大 结果也是这样的 结果现在真的跌了 其实大家不用问 为何上星期科技股会突然跌 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你会发觉 不只是我看到的 其他基金经理也看到这些原众超买得很厉害 你当它是公布业绩前获利 或者真的见顶 我不知道了 也就是说有些参考价值在 今天我会这样 我加了一条30天平均线而已 我忘了看哪里 有看到30天平均线 原来看纳期也很有帮助 然后我加了这个粉红色线 好像真的挺漂亮的 好了两次了 如果暂时去看用30天平均线看纳指 就10200以下会有更大的调整 否则我们不当它现在是向上 但是出现了这些这么凶狠的阴烛 周线图是还欲酸的 大家看看 都搞出了这些东西 然后再看下去吧 其实如果我们再看三保顶的话 我现在又再加了几个在看阿马逊 甚至乎Tesla上个星期做得很肉酸的 刚好如果美国有朋友看 听到我说的纳指 我想怎样都可以避过半劫 这个星期 阿马逊和Tesla都有业绩公布 应该很多人都会买一些相关的 就是价外认沽期权 我不是建议作为投机或者对冲 我相信应该也有 不少人会这样做 今天先说上证 A股的上证指数 周线图 周线图上出现了这样的阴烛 在上星期上 我不明白我怎么可以继续再看上去 这一只不少人说的所谓政策牛 会不会因为太多散户参与呢? 因为在说给监管机构管制 会不会现在又已经胎死腹中 很难估计 因为在说政策事 我不想给太多意见 日线图上 在7月3、6日那星期 它狂抽上去 离开了我们玩了一年 三千一、二千七的区间之后抽上去 现在好像已经消失了很多 我想现在再看下去 就是三千一的支持 也要看回其他环球市场的发展 期指 又是从7月初开始上升 其实是跟着A股的 它其实在7月6日那里有一个很明显的 冲过了在25,100 我们的0.5反弹那里 那时候是很厉害的 那时候是两千多亿的 一直上升得很厉害 但是 看看小时图 四小时图 它用了不够两个星期 就把这个升幅全部蒸发了 没有了 还有什么裂口都已经补了 再看下去的支持 现在这样下去的趋势也很明显 就是你敢买就不买 再下去的支持应该去到50天 我相信大概是24500左右 弱势是非常明显的 接着就说 我今天做了一个平时比较少做的比较 上星期五也跟同学分享 这是什么图呢? 就是上面是一个金银叉 下面是VRX恐慌情绪指数 在过去几个月大家看到 2020年2345年到现在大概半年左右 的走势比较 我终于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股票上涨 而同一时间贵金属不是避险地下跌 而贵金属也有相同的走上的方向呢? 这图怎么看呢? 下面这就是一个恐慌情绪指标 从2月底一直涨 涨到3月中的高位 因为股市抛售了 然后向下 就代表股市上涨 OK? 期间的金银叉也有相同的走势 这儿股票就从3月中见底一直涨 现在黄金也差不多在3月中的时候 贵金属主要一起涨 大家记得我说过 金银叉向下是对贵金属有利的走势 特别是对白银会有好处 所以大家会参考 我刚刚上星期去看时候 从星期到尾的时候我会做一些总结 原来这么接近 因为这样的时候 我会比较到现在的股票有机会 我看到有机会见顶 我也觉得恐慌情绪指数 要配合它有机会见底才可以 除了200天指色这条线 我可以看到50周的橙色线 其实这几个星期一直都不能跌穿 如果这个跌穿不了的时候 就是代表股市再继续上升 那机会就降低了 其实另外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实在有时候我们在市场里面 每天都看着的时候就忘记了 有时候我又会想起 为什么恐慌情绪指标在2月的时候 大牛市的时候呢? 我们那时候只有20以下 出市之前其实只有18 14、5 为什么现在的市场 纳指已经破了新高 但是标指还差5、6% 但是恐慌情绪指标是一倍这么大 差不多30 就是说 股市仍然有向下的压力 因为这个指标仍然有机会向上 一个指标不会决定大势 但是就告诉大家 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 星期四的时候我跟大家说 黄金期货好像有点圆顶 星期五也是收上的 在那几天的时候金银叉 又是50周平均线大概93.6% 其实一直都还没跌穿 93.6% 还没跌穿的时候表示 即是说贵金属继续上升 因为要继续跌 贵金属上升才会有一个支持 如果它没跌穿 而再反弹上升的话 就会变成我们看好贵金属 开始会有一些隐忧 如果金银叉有机会向上的时候 大长银的看法就有问题了 我不是说会倒下的 就是说看好大长银是因为觉得 会有机会下跌穿82 才有机会上升24、26 如果它下不了的时候 而我刚才看过的图表就说 如果恐慌情绪指标向上 金银叉到了就有机会向上 那变成对金就会有危险 说回白银的话 我就觉得不要有什么说完 就马上说是否要撤退啊?九哥 我会这样看的 就是利用10天平均线做关键的分水岭 之前有朋友问过 如果10天平均线从来没买过 就在19.3那里买了一点 我想以这个提议暂时先留住 甚至如果日收在19.3以下 可能还要和利 把以前18.5什么位置买上来的都暂时 先潜水 为什么呢?就是要密切留意股市的发展 因为我特别看得 好像下跌的风险 特别是科技股这么大的话 当然了 下星期有很多 即今个星期有很多 Microsoft星期三 Amazon星期四 那些前后也可能会有波动 让你看看出的业绩是怎样 是不是出得好又会有好消息出货 出得不好就立刻就下跌了 那也要看市况可能会有相应的发展 所以贵金属 我暂时看仍然会跟股市相同的方向走势 表示如果股市有压力 就更便宜的贵金属价钱 将会稍后出现 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因为股票真的下跌的时候才开始在想 好了,说到这里就像是吓大家涮冷水 不过看到的东西就跟大家研究一下 大家看看图表吧 不要只听我说 千万要记住 所有东西都是投资经验分享 并不是任何投资建议 两历而为 不要做公干 独立思考 有问题继续简短发问 视频简介里有《Endgame雷曼》的东西去重温 继续大力点赞、订阅、按下小铃铛 分享给大家关注自己财富的人 让他们知道 现在金融市场正在发生很严重的问题 天天都有新鲜 多谢大家时间,拜拜!